定位在八到十五万的一款四门的三箱电动Slam 好的 你都是给我们普及普及车呗 没问题 咱俩两个女的完全不懂车 打扰一下 老板叫你凡凡 叫我吗 叫凡凡 叫凡凡 对 凡凡凡 是 是 他搞我好杀人啊 你开始心不在焉了 我稍微给你反馈一下昨天你的 这个现场的表现 好 其实我看完你的简历和包括面试的时候 你给我的印象其实特别好 我还记得我当时跟其他管理层说 我说我找了一个特别好的角色 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 因为你的个性 你的表现 你的这种态度 就很容易让人喜欢你 让人很快地感觉到活力 这个东西特别好 但我要提的是昨天你的表现过了 太活力了 上台跳舞我觉得OK 对啊 就是你要展示你自己的活力 跳舞之后其实我是有期待的 我期待你是更好的去展示自己 或者是介绍自己另外一些方面专业性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这段迷失了 明白 是 我觉得 我觉得保持住自己活泼热情开朗 但同时你可能要把握一个度 就是在不同的时候展示出什么样不同的东西 明白 明白 特别是那个场合是 基本上是所有人第一次见 明白 第二天就被自从问题心里一般很沮丧吧 你的车 谁车 你你你我 他大概跟你说啥 没说啥 职场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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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就聊一下他对我们的一些想法 来 我很快跟你反馈一下 就是昨天跟你们沟通完以后 然后包括我跟其他几个管理层沟通一下 我们觉得你现在有一点点 安静或者是说 嗯 在现在的这些候选人中间 没有一个特别亮眼的一些点出来 是的 大家都没有记得他的自我介绍 就是你看昨天整个的一个展示环节 有的人是做了很好的video 啊 有的人他其实是用一种很power 但很有力的这个介绍结束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你的专业性 你的能力 你需要找一个途径 得很快的让人看到 因为我们只有七天的时间 嗯 不要让大家觉得 诶 这边突然声音就小了 啊 这个是不太好的 特别你的时间很短 好不好 OK 好 好 谢谢 没事 你你 我了吗 他他没他没说 他没叫我 那你来吧 嗯 哎呦 天呐 天呐 哎呦 这个 杀了那笑声 刺耳的刀锋 这样的这个团队的凝聚力 很难说又不好吃 怎么样 他找都没找我 我走过去正好他出来了 他跟我说不找我吗 被boss约谈后 无形的低气压 在凡凡和安安心中生扯 而独自欢喜的周莹 心情却持续升温 当低气压遇到高温 一场职场台风隐隐成型 他会将阿康之家吹向何处呢 很让人期待呢 这一套沟通的方式 还是有让人不舒服的 一个习惯在里面 没把自己归到这个团队里面 而且好像他没有意识到 两位队友的情绪 对啊对啊是情绪 咱们边吃边想呗 走吧 哎 年糕是做什么的 做咖啡 还有一个是 江江 江江是art 江江是art 对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请求他的帮助啊 可以啊 对啊 我们可以请求他们的帮助 行 现在就行 把他俩都抓走 把他俩都抓走 我去了啊 嗯 好 拳 回头给我们整一下策略啊 可以啊 可以啊 行 你什么时间方便 OK的 OK 酷 可以啊 感觉他整个人接到brief之后 就进入一个非常 确实的一个状态 约好了 咱们的策略是拳拳 我们的art是江江 然后我们的coffee是年糕 非常的靠谱 大靠谱 嗯 吃饭吃吧 我们下午签客户 对啊 坐 你怎么看待新能源啊 新能源挺好的 谢谢你的肯定 好 看你这样 你稍微走一点点行吧 这个句子稍微扩长一点 我走心 我走心 你再问一遍 再来遍 怎么看这种传统车企做新能源 我觉得传统车企有它的优势啊 传统车企 它的供应链的价格会更低 然后它的造车的技术 会更加的成熟和稳定 那传统汽车 我觉得缺的可能更多的是 科技方面的东西 就是软件方面的东西 嗯 你觉得现在电车的 无票的价格 它的适应率 跟它的那个传统的车企的 这个适应率的差别这么大 它背后的逻辑 支撑得起来这个差异度吗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啊 因为就是它的企业的盈利 就是来自于它的卖车 我觉得你们特别就是它呀 你们还要找人啊 我叫朱俊安 主要负责的是车型和品牌的整合营销 我在班差不多五年多的时间了 那怪不得 在甲方待了这么多年之后 我觉得相比去 一直在乙方工作的同时的话 可能更清楚甲方的客户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以及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感觉吃饭吃出来的panel 吃饭真的是一个搜索的最好的时候 对 我好困哦 可以睡觉吗 凡凡 我跟你们说一下 我能够想到的问题 我们先来一个问答案 对 一个问答案 他们还在工作 来吧 第一个需要跟他去解释 他的预算到底是多少 然后第二个是他们这款车型 到底是什么 就是他是SUV还是STAN 第三个是他具体的产品亮点 他想要去突出什么 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 他的compare的objective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品牌的TA到底是什么 这些东西就得问清楚 我看还有啥问题 llä Julie真的是 嗯 好了我们要准备唤醒Julie了 再五分钟 要给客戶打电话了 我听到名字了 好舒服 为什么闭着眼睛我都舒服 来吧 走吧 咱们也去扣号吧 直接扣他 直接扣 因为他没 怎么好勇 那不能一直等着吧 照上年糕和江江 坐那边 你扣他吧 柯瑞你好 喂你好 你好我Conor 有几个问题 现在想跟您Clarify一下 就是首先的话 我们想要知道 目前这个Compain的一个 大致的预算范围大概是怎样的呀 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项目 大致的预算没有最终的敲定下来 OK明白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您这边是否现在有一些产品相关的 资料能够分享给他我们 因为这个车它现在还没有上线 然后这些信息都非常的保密 这个我现在可能 没有办法提供给大家 特别多的信息哈 OK明白了 然后这边的车机交互系统 在您这边来看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突出的地方 因为我现在手上也没有特别全面 和想尽的这种车机交互系统的介绍和资料 明白 所以我现在可能也不能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明白 理解了 什么都没有 我来吧 Hello Chloe 我是樊范 就是我们现在等于说 有点大海摩真的意思 您可以理解吧 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重点了在这里 我觉得还是需要 咱还需要定个方向的 这样我们好推 这样咱也不耽误您的时间 您也能尽快看到这个东西 我觉得您要是现在没有 或者您会后给我们多发一些资料 这样咱们尽快把这些点梳理出来 咱们尽快往前推 咱不耽误您的时间 您觉得好不好 真是极幸子 嗯 因为我刚才跟你的那个小伙伴溝通的时候 应该你也有 我现在没有办法提供给大家 特别多的这些信息 哇 啥都没给 行行 谢谢您 谢谢您 无效电话呀 他啥都没有 我还有一个点 他是 他是可以做决策的人吗 感觉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如果他不是 请他带上他的老板 好家伙 贼激进 没有 不是激进 就是我们要高效 就是我刚刚签了很多遍 我不想耽误你的时间 因为你要给老板交作业嘛 对吧 但我觉得今天要等他资料 我觉得不能等 就是得再联系上他 他们根本也没有太想清楚吧 有这样的客户也挺可怕 有困难随时找我啊 好 那就现在去呗 你一个人去就行了 我们仨去就感觉 我们仨都很无能 啊 那我去就是我很无能 不是 你带着解决方案去的 这个流动的小眼神真是 这一块吧 对 也行 要么我们给他发个消息先 我来发吧 我去看呢跟您聊一下 好的 出来了 咱转个调 走 就是有几个问题也跟您说一下 然后以及有几个需要您的意见的地方 跟您征求一下 OK 这第一个我们觉得这个客户 他本身对于自己的产品也不了解 对 目前给到的车辆相关的信息 实在是太少了 他们能给更多东西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们给他打了二十分钟电话 所有都是无效的信息 no message 对 所以你们希望我做什么 就是您知不知道 比如他的上级或者说 其他联系人可以 嗯 我知道他的上级 嗯 但我会稍微担心一下 你们绕过他去找他的上级 嗯 哎呦 是啊 我觉得几个点你们抓挺好的 就是 我看完布瑞福有几个跟你们共同的疑问 第一个感觉就是缺东西 嗯 讲一个品牌 然后你对产品信息的了解不够 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开始做的 对 这也是我们想问您的 就是 嗯 就是跟Chloe您 有没有更多背景 info 给我们 然后她是不是可以拍板的人 Chloe不是一个 decision maker 啊 OK 酷 而且据我所知 她刚去这个车企 可能一个多月吧 我的理解的背景是 她可能上下确实没有打通 但我觉得这个上下没有打通 不是您的问题 那就让我教她做这个客户 哈哈哈哈 嗯 都有强烈的 教甲方做甲方的冲动 哭死我了 说那么久 什么信息那么大 哭死我了 明天早上十点钟跟我评论 我要的是 你告诉我说 贝克我们了解这所有的信息 我觉得我们有几个切入点 这是个组织 您不用一个人给我一个为一 好吗 好 谢谢贝克 好的 我不得不告诉你们 现在你们的性格是 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عم 是一个正确的方向